藍色的天空搭配阳光照射下整排的洛宇松毫不美丽 就算因为大雨打掉了洛宇松变色的叶子 也难以抹去洛宇松步道的美 这里是新山水库的洛宇松步道 由于国内疫情紧绷 究竟选择到户外空旷人少风景又好的地方走走 成为最好的选择 还可以践行运动练身体增加免疫力来防疫 最主要是这个路很宽广不会危险 适合老人家啦 我讲了一句就适合老人家 来到这里不但可以带着毛小孩 更可以带着真小孩一起运动践行 边走边欣赏洛宇松的美 连阿嬷也变得更年轻漂亮 和小朋友走在一起 不说还真的看不出来是带着孙子出来运动 我们常常下好天气的话 我们就带小孩来这边走 跑步啊都还蛮不错的 有时候叶子没有掉有另外一种美 现在叶子掉了也是又另外一种的漂亮 我们都经常带小孩子来这里跑步 为什么你喜欢来这里 因为我喜欢跑步 那你觉得这边很漂亮吗 有 开阔的新山水库洛宇松步道 也非常适合拍照打卡放松心情 可以说是一条适合全灵化的景观步道 那这个步道本来就是说我们自来水公司 为了敦青木林 然后有限度的开放 给我们的安乐区的好朋友 在白天跟晚上的时候都过来 好好能够运动 能够散步 呼吸吸些新鲜空气 不过呢 因为最近下雨的原因 然后一下下大雨 一下寒流来 再加上说一下忽然 这些这样艳阳高照 天气非常的漂亮 所以就会看到我们后面像这样 很多很漂亮的洛宇松的行程 那我也在这边代表安乐区的好朋友 还欢迎大家有空过来走走 看看 然后刚刚我也看到有些人 带着毛小孩过来这边溜一溜 感觉起来是蛮可爱蛮文心的 希望大家来看看 本义瓦走过路过可别错过 基隆这处美丽的洛宇松秘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